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回到动物托邦 40年前,一个15岁的梵蒂冈少女在下课回家的路上神秘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她是梵蒂冈史上唯一一位失踪的公民 此后数十年间,她的消失成了围绕梵蒂冈的各方势力博弈的工具 罗马教廷黑手党、宗教事务银行恐怖组织甚至是历任教皇轮番登场推动案情的发展 而通往真相的道路却一次次消失在了迷雾中 女孩的家人年复一年的提交申请,希望意大利和梵蒂冈当局能够彻查此案 每年都有意大利人上街抗议游行,要求梵蒂冈公布他们所掌握的真相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失踪的梵蒂冈女孩艾玛努埃拉奥兰迪 艾玛努埃拉奥兰迪1968年1月14日出生于梵蒂冈城国 她的父亲艾尔科莱奥兰迪是教皇的管家 所以一家人得以居住在梵蒂冈城国内,并享有梵蒂冈公民身份 事实上,奥兰迪家族世世代代侍奉教皇 他们已经为七位教皇工作过了 艾玛努埃拉家中有五个兄弟姐妹 她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 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 艾玛努埃拉跟哥哥彼得罗的感情尤为好 对于奥兰迪家族的孩子们来说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高地上的梵蒂冈城国 是世界上最惬意最安全的地方 他们从小就可以在梵蒂冈城国内自由走动 宛如自家花园 案发当时艾玛努埃拉年仅15岁 正在读中学二年级 可于时间热爱音乐的艾玛努埃拉 每周三次会到位于罗马文艺复兴大街上的 一所音乐学院上长迪课 这所音乐学院距离梵蒂冈城国大约三公里远 艾玛努埃拉通常都会搭乘公交车前往那里 但1983年6月22日这天天气非常炎热 而且艾玛努埃拉上课快要迟到了 她就要求哥哥彼得罗开车送她去学校 可哥哥彼得罗正要出门跟女友约会 此前女友就已经多次抱怨过 彼得罗在乎妹妹多过在乎自己 这一次彼得罗决定偏心女友 于是便拒绝了妹妹的请求 艾玛努埃拉和哥哥争吵了几句 于下午四点钟左右独自离开了家 当时的彼得罗绝对没有想到 这是他见妹妹的最后一面了 此后的40年里 他一直都活在深深的自责当中 后悔那天为什么没能送妹妹去上学 那天下午开始上课的时间已经过了 但艾玛努埃拉却迟迟没有出现在贺堂上 不久后在家的二姐废戴利卡接到了艾玛努埃拉打来的电话 艾玛努埃拉告诉二姐在去音乐学院的路上 她遇到了一位亚方化妆品公司的销售代表 对方邀请她去一场时装秀上发传单 日薪高达270加币 她非常心动 但听了艾玛努埃拉的描述 二姐警惕了起来 毕竟谁会给一个毫无工作经验的中学生 付如此高的日薪呢 二姐劝艾玛努埃拉先不要答应对方 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再决定 之后艾玛努埃拉还是去了音乐学校 上完了长笛课 临下课时 她跟班上的一个女同学也聊起了 亚方销售代表给她的工作邀请 下课后 艾玛努埃拉和女同学一起步行到了 位于文艺复兴大街上的公交车站 但是艾玛努埃拉并没有跟同学一起上车 当天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奥兰迪一家见艾玛努埃拉还没有回来 便开始外出寻找 并向罗马警方寻求帮助 但警方认为女孩可能就是去朋友家玩了 建议奥兰迪一家在耐心等待等待 如坐针毡的一晚就这样过去了 艾玛努埃拉依然没有回家 第二天一早警方正式宣布了她的失踪 奥兰迪一家印了数千张带有艾玛努埃拉照片的寻人海报 张贴在罗马和梵蒂冈成国各处 海报上登着奥兰迪家的联系方式 很快两名在罗马文艺复兴大街附近巡逻的警察提供了案件的第一条线索 案发当晚他们看到一个符合艾玛努埃拉外形特征的拿着长笛的女孩 在餐医院门口与一名拿着雅方化妆包的男子交谈 该男子看起来大约35岁左右身高1米8 额前的头发有一些秃 女孩最后跟随男子上了一辆深绿色的宝马车 这是一张当时警方绘制的男子的画像 6月25日艾玛努埃拉失踪的第三天 一名叫做皮尔·路易基的16岁的男孩给奥兰迪家打出了电话 他说案发当天他和女友在罗马沃纳沃广场见过艾玛努埃拉 当时艾玛努埃拉向他们推销雅方产品 并自称是雅方的销售人员巴巴拉 表示自己刚刚离家出走急需打工赚钱 奥兰迪家将电话的内容汇报给了罗马警方 警方随后在奥兰迪家安装了电话监听和录音设备 以便更好的追踪线索 几天后的6月28日 奥兰迪家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一位名叫马里奥的男子同样提到 他见过艾玛努埃拉 而且艾玛努埃拉亮明身份时 同样自称是雅方销售人员巴巴拉 难道15岁的艾玛努埃拉是自发性离家出走 去什么化妆品公司当销售员了吗 7月3日艾玛努埃拉失踪的第11天 时任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介入了这起案件 他面对公众发布声明称 我向奥兰迪一家表达我最诚挚的同情 他们正为15岁的女儿艾玛努埃拉的失踪而受苦 艾玛努埃拉自6月22日星期三起 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我能理解他父母焦虑和惊恐不安的心情 莫良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说了一句 非常关键的话 他说对于犯下这起案件的人 我们不会对其人性失去希望 这就是在暗示艾玛努埃拉是被人绑架了 有了教皇的广而告知 案件引起了意大利和梵蒂冈当局的高度重视 当时人们都认为 教皇是因为奥兰迪家族多年来的中心服务 才亲自站出来为女孩呐喊的 可如今再回过头来看 案件正是在教皇发生之后 才一步步陷入迷雾的 案发之后种种线索显示 艾玛努埃拉的失踪跟亚方化妆品公司有关 而且不排除自发性离家出走的可能性 罗马警方起初也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调查的 可教皇若望保禄二世 却直指艾玛努埃拉是被人绑走了 有不少人认为教皇的发言 其实就是对绑匪的喊话 是什么让教皇如此毒定 艾玛努埃拉不是自发性离家出走的呢 是凭借他对奥兰迪一家的了解吗 还是说他掌握了什么公众所不知道的线索呢 更戏剧性的是 就在教皇发出呼吁的两天后 即7月5日 此时艾玛努埃拉已经失踪13天了 在这13天里 绑匪一直没有给女孩的家人打去电话 却在教皇发生两天后 像剧本里写好了的似的 给奥兰迪家打去了电话 匪徒虽然说着意大利语 但却操着一口浓重的美国口音 因此媒体给他起了个外号 美国人 这里的这个美国人 不含有任何歧视性的意味 只是引用媒体的话 美国人自称他来自一个恐怖组织 并称两年前刺杀教皇若望保禄 二世的阿加也来自他们组织 他说爱玛努埃拉就在他们手上 想要女孩平安回家 教皇就必须下令 让意大利政府在7月20日之前放了刺客阿加 教皇若望保禄二世遇刺事件 是发生在爱玛努埃拉失踪的两年前 即1981年5月13日 当天若望保禄二世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4万多名信众见面 下午5点19分 人群中冲出了一个枪手 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身中两枪 经过了6个小时的抢救 才捡回了一条命 行凶者莫梅特·阿里阿加被当场制服 后来被关押在意大利监狱 起初阿加三奸其口 死活都不愿意透露 跟幕后主使有关的更多信息 但是阿加被捕两年后 1983年 也就是在艾玛努埃拉失踪的那一年 阿加开始尝试与意大利当局沟通 他说他身后站着的是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 而苏联一直都将教皇保禄二世 视为苏联东欧霸权的最大威胁之一 仿望保禄二世对东欧巨变 以及苏联解体的推动作用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已经详细聊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 这里不再赘述 阿加供出幕后主使的做法 无一将自身置于了危险之中 有人认为是苏联情报机构 想要迫使梵蒂冈和意大利当局放了阿加 然后他们就可以想办法让阿加永远闭嘴了 收回给奥兰迪一家打电话的匪徒美国人 为了证明艾玛努埃拉确实在自己手上 他在电话中播放了一段艾玛努埃拉的录音 艾玛努埃拉重复的说着一句话 美国人还说他把艾玛努埃拉的一些私人物品 放在了议会广场的一个垃圾箱里了 罗马警方迅速锁定了垃圾箱 并拿到了绑匪放在那里的包裹 包裹里有艾玛努埃拉音乐学校学生证的复印件 学费缴费收据的复印件 最重要的是有一张艾玛努埃拉手写便条的复印件 便条的内容是爱你的艾玛努埃拉 奥兰迪一家确认这就是艾玛努埃拉的自己 但罗马警方认为这些所谓的证据只是复印件而已 充其量只能证明这位美国人可以接触到艾玛努埃拉的私人物品 并不能证明艾玛努埃拉就在他手上 笔记专家和音频分析专家也表示 不论是绑匪播放的录音还是艾玛努埃拉的手写便条 都不包含当事人情绪上的变化 没有体现出恐惧和不安的情绪 换句话说 这些东西可能并不是艾玛努埃拉被绑期间被迫录制和写下的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流逝 转眼来到了7月17日 此时距离绑匪要求释放阿加的最后期限只剩下三天了 意大利和梵蒂冈当局丝毫没有释放阿加的意思 被逼极了的绑匪又放出了一条新的证据 他给意大利最大的通讯社安沙社打去了一通电话 说他在罗马特雷维喷泉附近的垃圾箱里放了一盘录音带 安沙社的工作人员迅速找到了这盘录音带 里面是一名女孩遭受酷刑的录音 由于音频可能会引起不适 这里就不给大家放了 但罗马警方认为不能确认音频中的女孩就是艾玛努埃拉 同一天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又针对此案发表了公众讲话 他说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 为这起痛苦的事件去争取一个好的结局 很快绑匪给出的最后期限 7月20日已经过了 不出所料阿加并没有被释放 而绑匪也没有放弃继续利用艾玛努埃拉 给梵蒂冈和意大利施压 1983年10月起 意大利特勤局指派了律师埃及迪奥 为奥兰迪一家提供法律援助 所有打给奥兰迪家的电话都被转接到了律师那里 同年12月14日 美国人打来了最后一通电话 此后这条线索就消失了 在与绑匪的十多次沟通中 埃及迪奥律师曾经不断的尝试拿到更多能够证明 艾玛努埃拉还活着的证据 但这样的证据从来没有被获得过 多年后 埃及迪奥律师表示 缺乏证据也许就表明了 所谓的绑架根本不存在 1983年12月24日平安夜 艾玛努埃拉失踪6个月后 教皇忠望保禄二世 突然造访了奥兰迪家 这对于绝望沮丧的奥兰迪一家来说 无疑是一记强心针 教皇深情地拥抱了奥兰迪家的每一个人 还安排了艾玛努埃拉的哥哥彼得罗 进入梵蒂冈宗教事务银行工作 那一年彼得罗只有23岁 没有任何相关工作经验 教皇临走时告诉奥兰迪一家 艾玛努埃拉的失踪跟国际恐怖主义有关 而教廷不会放弃 他们一定会尽力把女孩安全带回家 然而意大利著名报刊《网游报》的记者老安 对此案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的一位在意大利民主情报安全局工作的朋友告诉他 此案跟国际恐怖组织无关 跟阿加无关 跟苏联跟克格勃都无关 这一切都只是烟雾弹 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梵蒂冈内部肮脏秘密的注意力 1983年底 老安在《网游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暗指艾玛努埃拉的失踪与梵蒂冈的金钱犯罪有关 结果文章箭报第二天 老安就收到了报社主编的警告 勒令他不准再针对此事发表任何言论 这样的警告反而让老安觉得自己的猜测是接近真相了 2004年艾玛努埃拉的父亲艾尔科莱去世 生前他曾一度坚信教皇和教廷会把他深爱的女儿带回来 临终前这位老父亲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曾经誓死效忠的人背叛了我 2005年4月 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与世长辞 就在教皇去世几个月之后 一条新的线索突然出现了 2005年7月11日 意大利一档寻找失踪者的电视节目 你看见他了吗 接到了一通匿名电话 来电人说道 想知道艾玛努埃拉的下落吗 去看看罗马圣亚伯纳圣殿地窖里埋着谁吧 圣亚伯纳圣殿位于罗马市中心 距离梵蒂冈城国仅有三公里远 巧合的是 艾玛努埃拉上常迪克的音乐学院 就在圣殿建筑群内 意大利电视节目 你看见他了吗的记者 来到了圣亚伯纳圣殿 发现地窖里葬的人 竟然是意大利黑帮 马里亚纳帮曾经的头目佩迪斯 马里亚纳帮被认为是 罗马有史以来最强大 最臭名昭著的犯罪组织 其头目佩迪斯 是当之无愧的罗马地下世界之王 可这么一个声名狼藉的罪犯 为何会被葬在圣殿之中呢 要知道这种埋葬方式 通常都是为红衣主教 等高阶神职人员准备的 圣亚伯纳圣殿方面的官方回答是 佩迪斯曾经给圣殿捐了一大笔钱 这才获得了被葬在这里的资格 那么佩迪斯又跟爱马努埃拉的 失踪有什么关系呢 难不疼失踪案的线索 被埋在了佩迪斯的棺木里吗 很可惜意大利电视台 再也没能联系上 那位打电话来的匿名者 不过三年后的2008年 电视台的一位记者 找到了佩迪斯曾经的情人 萨布丽娜·米奈尔 我们就叫他小萨吧 小萨的爆料令人瞠目结舌 他说是佩迪斯绑走了爱马努埃拉 而自己也曾经参与其中 1983年6月22日案发当晚 佩迪斯开着他那辆深绿色的宝马车 与女友小萨见了面 佩迪斯车上还坐着一个女孩 此人正是爱马努埃拉 而当时小萨并不知道 这女孩的身份 佩迪斯只是告诉小萨 让他找个地方安置女孩几天 小萨的父母在距离 罗马30分钟车程的 托瓦尼亚卡有一栋独立屋 那里隐蔽性很好 于是小萨就把女孩带到了托瓦尼亚卡 几天后 罗马大街小巷都贴满了 爱马努埃拉的寻人启事 小萨这才知道 佩迪斯让自己藏起来的人 竟然就是失踪的梵蒂冈女孩 小萨质问佩迪斯 把女孩抓起来究竟要干什么 佩迪斯呵斥到让他少管闲事 只说这一切都跟权力有关 大约十天后 女孩被转移到了 罗马皮尼亚泰利街上的一栋房子里 又过了一段时间 佩迪斯指示小萨 开车把爱马努埃拉 送到了位于梵蒂冈城国内的加油站 在那里 一个身穿黑袍的神父打扮的男人 接走了女孩 后来1990年 佩迪斯在一场帮派斗争中被枪杀 根据小萨所说 佩迪斯到死都没有告诉他 绑架梵蒂冈女孩的真正原因 如果小萨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黑帮头目佩迪斯 绑架爱马努埃拉的目的是什么呢 后来又为什么会把女孩 交给梵蒂冈神父呢 小萨的爆料被媒体公布之后 有人猜测 梵蒂冈女孩爱马努埃拉的失踪 可能跟梵蒂冈洗钱的传闻有关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曾经提到 为了更好的安置 源源不断流入教会的资金 罗马教廷于1942年 成立了梵蒂冈银行 又叫做宗教事务银行 它是一间私人银行 并不对外开放 只负责管理梵蒂冈的金融资产 但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开展业务 无需纳税或者P6任何经营信息 每10年把所有文件销毁一次 股东只有一个叫黄 由于资金信息无法被追踪 梵蒂冈银行对于很多欧洲富人来说 简直是天堂般的存在 这里成为了他们洗钱和藏钱的圣地 60年代末 梵蒂冈大主教马辛库斯 被任命成为了梵蒂冈银行的总裁 马辛库斯与辛多纳 卡尔维等金融家合作 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辛多纳来自西西里 有黑手党以及共济会的背景 而卡尔维是意大利最大的私人银行 安行的董事长 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在他爬上安行董事长宝座的过程中 教会没少给他支持 因此卡尔维也被称为是上帝的银行家 在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运作之下 来自教廷共济会 以及黑手党的各种合法和非法收入 通过梵蒂冈银行 以上帝的名义被安全地带离意大利 转入卡尔维和辛多纳设立的多家空壳公司 在此过程中 梵蒂冈银行可以接触到大量资金 也是整个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套体系原本运转良好 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失邪 80年代初 辛多纳和卡尔维的各种激进投资接连爆雷 安行陷入财务危机 连带梵蒂冈银行也受到了影响 紧接着1982年6月18日 上帝的银行家卡尔维被挂在了伦敦黑衣 修士大桥上 这起案件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已经聊过了 有兴趣的可以回看 关于这起不了了之的世纪悬案 有一种猜测是 卡尔维是遭到了黑手党的毒手 同时黑手党也想借卡尔维给梵蒂冈银行一个警告 这就是拿我们的钱不还的下场 根据小萨的说法 意大利黑帮马里亚纳帮也跟梵蒂冈银行有金钱往来 佩迪斯曾让小萨把几大袋子的钱 拿给梵蒂冈银行总裁马辛库斯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马里亚纳帮绑走了梵蒂冈银女孩 是想以此为要挟 迫使梵蒂冈银行还他们的钱呢 2009年马里亚纳帮曾经的二把手阿巴蒂诺 在被捕后也承认了 是帮派抓走了艾玛努埃拉 马里亚纳帮的另外一位成员 安东尼奥·曼奇尼 在被捕后也同样提到 佩迪斯曾给了梵蒂冈银行一大笔钱 另外曼奇尼还听出了失踪案案发之初 给奥兰迪加打电话的名为马里奥的男子 其实是佩迪斯的一个下属 如果曼奇尼的话是真的 那么当初所谓的亚方化妆品公司销售员的这条线索 就是黑帮故意释放出来的误导警方的烟雾弹 更为巧合的一点是 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 案发当天两名意大利巡警 在罗马文艺复兴大街附近 看到艾玛努埃拉和一名拿着 亚方化妆包的男子交谈的细节吗 警方所绘制的男子的画像 怎么看都跟佩迪斯有些神似 马里亚纳帮成员曼奇尼 还向警方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 80年代初 梵蒂冈是把帮派的资金拿来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了 帮派收不回来钱 受怒之下做掉了上帝的银行家 后来又策划了艾玛努埃拉案 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 在大选中击败了共产主义政党统一工人党 标志着波兰红色政权的瓦解 此事件也成为了东欧巨变的第一声惊雷 随后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相继垮台 东欧巨变对苏东共产主义阵营造成了沉痛的打击 短短两年之后苏联走向解体 而波兰团结工会能够迅速走上执政的舞台 离不开时任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推波助澜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指出 8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时任教皇若望保禄二世 组成了神圣同盟 暗中操纵波兰的政局 二战之后美苏两国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 苏联提倡无神论也反对宗教 这无疑极大的影响了教廷的利益 教皇与里根虽然一个关心的是宗教利益 一个关心的是政治利益 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加速苏联的解体 二人一拍即合商量以后决定以波兰为支点 撬动东欧共产主义政权 进而重伤苏联的元气 而操纵波兰政局的关键就在于扶持团结工会 这个反苏反共政党的上台 波兰有8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 教皇保禄二世多次亲自到访波兰 为团结工会站台 每一次教皇访波都被波兰民众前拥后促 数十里内万人空向 凡蒂岗女孩艾玛努埃拉失踪的时间点 1983年6月 正好是教皇保禄二世第二次访问波兰期间 一边教皇在波兰被万人簇拥 另一边凡蒂岗发生了离奇失踪案 这仿佛就是帮派在向凡蒂岗传达一个信息 你们用的是我们的钱在玩你们的权利游戏 最好把钱乖乖给我吐出来 否则后果自负 一位意大利调查记者皮蒂诺表示 梵蒂岗银行给团结工会的援助金 至少有两亿美金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 梵蒂岗虽然人口不多 但也有几百号公民吧 为什么被绑架的偏偏是艾玛努艾拉呢 这是巧合吗 还是说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Netflix出品的纪录片 梵蒂岗少女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位艾玛努艾拉学生时期的好友 匿名接受了纪录片的访问 他透露艾玛努艾拉在失踪前一周 曾经跟他说过 一个跟教皇关系非常亲近的人 曾试图对他做不该做的事 纪录片猜测 马里亚纳邦可能是通过某种手段 得知了此事 于是便利用这个肮脏的秘密 来勒索梵蒂岗 佩迪斯的情人小萨说 他最后把艾玛努艾拉 送到了梵蒂岗加油站 一位神父打扮的男人 接走了艾玛努艾拉 如果小萨所言属实 那么马里亚纳邦很有可能 已经与梵蒂岗达成了某种协议 而梵蒂岗女孩艾玛努艾拉 就成为了那个最无辜 最可怜的棋子 那么故事讲到这儿 是不是就破案了呢 很可惜并没有 因为这一切 仅仅只是人们的猜测而已 佩迪斯已经去世了死无对证 警方又认为佩迪斯的情人 小萨的证词可信度并不高 因为他所描述的 事发经过的细节经常变动 而且小萨是个瘾君子 警方认为这很可能会导致 他记忆错乱 说话颠三倒四 2012年6月 佩迪斯在圣亚伯纳圣殿的棺木 被意大利警方掘开了 警方提取了多个DNA样本 但并没有找到 与爱马努埃拉失踪案 有关的线索 次年2013年 案件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还记得开头我们提到的 要求教皇释放刺客 阿家的绑匪美国人吗 他突然出现了 2013年一位名为马尔科阿塞蒂的罗马摄影师 联系了意大利节目 你看见他了吗 表示自己就是30年前 给奥兰迪加打电话的美国人 他受雇于一个叫做干练的组织 右拐并绑架了梵蒂冈女孩艾玛努埃拉 干练组织由梵蒂冈及周边地区的神职人员领导 据阿塞蒂所说 教廷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派系 他们的组织反对教皇保禄二世激进的反共做法 并希望通过他们的方式 悄悄地解决梵蒂冈银行的金融丑闻 在他们的行动过程中 意大利帮派分子也有参与其中 阿塞蒂还透露 佩迪斯所在的马里亚纳帮与爱马努埃拉绑架案 也密切相关 最惊人的是 阿塞蒂爆料称 他们不仅抓走了梵蒂冈女孩爱马努埃拉 还绑了一位意大利女孩米雷拉 米雷拉确实于1983年5月7日失踪 那是爱马努埃拉失踪案发生的一个半月前 米雷拉居住在罗马 失踪时年仅16岁 当天她接了一通电话后 跟父母说要出门见同学 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此案当年也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关注 阿塞蒂表示 控制两个女孩是为了同时给梵蒂冈和意大利两国政府施压 迫使他们释放阿加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阿塞蒂拿出了一样关键性的证据 梵蒂冈女孩爱马努埃拉失踪时所携带的长笛 虽然警方并未在长笛上检测出女孩的DNA 女孩的音乐老师也表示 女孩使用的长笛并不是这个牌子的 但也许是因为私亲心切吧 爱马努埃拉的家人一度非常笃定 这就是爱马努埃拉的长笛 不过在爱马努埃拉的哥哥彼得罗与阿塞蒂对峙后 他们很快改变了想法 哥哥发现阿塞蒂重复所说的那些话 都是媒体已经披露过的内容 于是他想到了当年美国人在电话里 曾经告诉他说 爱马努埃拉身体的某个部位受伤了 而这条信息他从来没有向媒体披露过 哥哥于是问阿塞蒂 爱马努埃拉受伤的是哪里 阿塞蒂支支吾吾半天打不上来 哥哥说美国人当年告诉我 爱马努埃拉的手腕和手臂受伤了 不过已经接受了治疗 因为他们身旁就有两位意大利医生 如果你真的是美国人 你不可能忘了这么重要的细节 后来意大利警方请来了音频比对专家 把阿塞蒂的声音和当年美国人的电话录音进行了对比 确认阿塞蒂并非匪徒美国人 最重要的是1983年 就是爱马努埃拉失踪案发生的那一年 阿塞蒂因为肇事逃逸之人死亡 被判入狱一年 出狱后一直被软禁在家限制行动 阿塞蒂是不可能有机会参与到爱马努埃拉案的 那么阿塞蒂为什么要冒充美国人 主动认领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呢 罗马大学的一位司法精神医学专家 在意大利法院的授权下 对阿塞蒂进行了精神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 阿塞蒂有自恋型人格障碍 极度渴望被关注 这可能就是他冒充美国人的原因吧 而经过了数十年的调查 那个给奥兰蒂一家打电话的绰号 美国人的匪徒的真实身份 始终没有被发现 2013年方济各当选第226人教皇 一上台他就对教廷的财政和官僚体制 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替换了负责监督银行运营的 五名董事会成员中的四名 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信徒和神志源的败金行为 还宣布宗座保密条款 不再对未成年性侵案件适用 如果有神职人员牵涉到此类案件中 司法机关有权利查看教会内部的文件 方济各以温良公俭的作风 赢得了各界的爱戴 甚至被称为人民的教宗 爱马努埃拉的哥哥彼得罗也认为 方济各和以往任何一位教皇都不同 2013年3月18日 方济各的就职弥萨上 彼得罗和母亲排除万难 得到了一个面见方济各的机会 他们想为爱马努埃拉的失踪讨一个说法 也想解开奥兰迪一家数十年来的心结 可方济各却俯在彼得罗的耳旁 说了一句令他震惊不已的话 2013年3月18日 新任教皇方济各见到彼得罗及其母亲时 对他们说爱马努埃拉已经在天堂了 听到这话的那一刻 彼得罗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凝固了 他说我希望爱马努埃拉还活着 但教皇方济各只是一直重复那一句话 爱马努埃拉已经在天堂了 爱马努埃拉已经在天堂了 为什么方济各这么肯定 爱马努埃拉已经去世了呢 此后彼得罗又多次求见教皇方济各 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释 但都被拒绝了 彼得罗认为从教皇保禄二世 到本都十六世 再到现任教皇方济各 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碍于真相会对教会的形象 造成重大的损害 多年来他们都一直尽力确保真相不会被曝光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7年 意大利调查记者小帕 从一名神父那里拿到了一份泄露的梵蒂冈文件 文件的标题十分劲爆 梵蒂冈成国为公民爱马努埃拉的相关活动 所负担的费用清单 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1983年到1997年间 教廷在爱马努埃拉身上所花的钱 总计4.83亿里拉相当于今天的25万欧元或者30万美元 支出包括住宿医疗教育费用等等 最离奇的是费用发生的地点并非梵蒂冈而是在英国伦敦 这也就是在暗示爱马努埃拉失踪之后 教廷把她藏到了伦敦 并且爱马努埃拉至少活到了1997年 根据Netflix纪录片梵蒂冈少女的内容 文件中有一项支出是发生在伦敦查普曼路176号的 那里有一间女性青年公寓 是由当地的一位天主教神父经营的 该神父与梵蒂冈有紧密的联系 文件中的最后一项支出是2100万里拉 名目是转移至梵蒂冈成国的最后程序的费用 这让公布文件的意大利调查记者小帕不禁怀疑 爱马努埃拉已经于伦敦去世 而且遗体已经被教廷运回了梵蒂冈 文件首页标注的作者名称 是前宗座财产管理局的主席红衣主教安东内地 这份文件是他写给两位大主教的 安东内地已于2013年去世 而公布文件的意大利调查记者小帕声称 这份文件是2014年从梵蒂冈某办公室保险柜里 被盗的几份文件之一 几年前梵蒂冈曾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文件泄露丑闻 教皇本都十六市的管家将教皇的私人机密文件 和信函泄露给了媒体 揭露了教廷内部存在的腐败现象和派系斗争 一直以来梵蒂冈都掌握着教廷千百年来的诸多机密资料 但只要有接触资料的人 秘密就有被泄露的可能 2017年9月中旬 梵蒂冈发布了一份正式声明 否认了记者小帕所公布的文件的真实性 说这都是虚假且荒谬的 这份假文件不仅损害了教廷的声誉 也是在奥兰迪一家的伤口上撒盐 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意大利调查记者小帕自己也承认 他不能够肯定文件的真实性 但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 文件确实是来自梵蒂冈内部 2018年奥兰迪一家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信中有一张梵蒂冈条顿公墓天使石像的照片 还有一句话是 如果想找到艾玛努埃拉 就去看看天使住室的地方吧 天使住室的地方葬着的是 两位19世纪的德国公主 奥兰迪一家向梵蒂冈申请开关查验 梵蒂冈拖了一年 终于在2019年7月允许开关 然而调查人员开关之后全都傻眼了 这里不仅没有艾玛努埃拉的遗骨 连原本应该葬在这里的公主的遗骨都没有 墓内其实是一个暗道 它通向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密室 在那里调查人员发现了数十具故人的遗骸 但之后的DNA检测显示 艾玛努埃拉并不在其中 这下好了失踪案没破 梵蒂冈又遇上了新的难题 他们不得不去寻找 本该葬在这里的公主到底去了哪里 还有那数十位故人究竟是谁 有脑洞大的网友看了这条新闻之后 怀疑说这里曾经该不会发生过什么邪恶的仪式吧 2023年1月9日 在民众的高呼声中 现任教皇方济各 全部重启艾玛努埃拉失踪案的调查 梵蒂冈将重新审查所有的文件报告和证词 2023年7月 梵蒂冈转交给意大利当局的一份资料中 声称 有必要查查艾玛努埃拉的叔叔梅内古奇 他可能跟女孩的失踪有关 原因是一位牧师告诉梵蒂冈时任国务卿 女孩的大姐在忏悔时曾透露 叔叔试图对他不轨 而奥兰蒂一家对梵蒂冈这样的说辞 表示十分愤怒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转移民众注意力的策略 如今40年过去了 奥兰蒂一家依然奔走在寻找真相的路上 艾玛努埃拉的母亲今年已经93岁了 多年来她都没有搬家 女儿的卧室停留在了1983年的样子 钥匙一直被挂在前门的挂钩上 母亲希望有一天女儿回家时 不会被锁在门外 艾玛努埃拉的哥哥彼得罗 1983年被教皇若望保禄二世 安排进入了梵蒂冈银行工作 20多年后 他被挤出了银行 也失去了梵蒂冈银公民的身份 他觉得是因为他问了太多不该问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在得到真相之前 他还会一直问下去 奥兰蒂一家的代理御师劳拉斯格 在纪录片《梵蒂冈女孩》中说 我认为梵蒂冈内部一定有人知道 艾玛努埃拉出了什么事 时不时出现的与此案相关的资讯 代表着至今还有人因此事被勒索着 有人说只要事情发生过 无论你多努力保守秘密 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 可当时间一点点流逝 知情人相继去世后 真相也许终将成为 烙在人们脑海中的一个谜 那今天就到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